大家好,我是欢羊猫 今天的教学是Blender新手常见问题解决系列3 法线normal是什么 normal最简单的解释其实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模型 它是由面所组成的点线面组成 而每一个面它其实是有正面跟反面之分的 而法线normal它只会从正面 以90度的方式垂直出去 那在Blender里面是有开关 可以看到这些面的 我们可以点选物件之后按Tab 到Edit Mode 然后到右上角Overlays 点选它 然后到底下有个Normals 我们点选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就有一个垂直 垂直的直线 与面垂直的直线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拉长 那它从不同的面 每个面都会有一个垂直的直线出来 这个就是法线 那如果你进入到这个方块里面的话 会发现方块里面就不会有法线 所以外面有法线的这个面就是正面 那里面没有法线的这个面 它就是反面 那在Blender里面有一个最快速 我们先把它关掉 最快速可以看到这个面是正面还是反面 我们可以打开Overlay里面 同样是Overlay这边的Face Orientation 打开之后 如果是呈现这样子蓝紫色的话呢 那它就是正面 进入到方块里面 如果它呈现的是红色 红色的面的话 那它就是反面 在Blender里面比较不会有正面反面之分 是因为不论你现在模型是正面还是反面 最后都是可以被算涂出来的 但是在很多的其他的3D软体当中 例如ZBrush 或是你有使用游戏引擎 像是Unity或是Unreal Engine的话 你会发现 它们通常都只会把正面的面去计算出来 而不会计算反面的面 这是因为从效能上来看的话 只计算正面的面 呈现出它的效果 跟它的shedding lighting等等 都是更有效率的 除非你另外去做设定 在游戏引擎里面 它才会把正面 正向的normal跟反向的normal 两个面都去计算出来 那因为我们在编辑物件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不小心就会 把它变成反向的normal 例如我现在按tab到编辑模式里面 点选这个面 直接帮它玩反方向拉 那现在就是朝向外面的面 其实是反面 那如果我进到模型里面 朝向里面的面就会是正面 那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会希望尽量 这个物件不论在哪个方向 它可能被摄影机看到的位置 都会是法向是正向的 那这时候就可以按A 在编辑模式里面 然后到左上角有个Mesh 底下有个Normals 你可以选flip或是recalculate outside flip是单纯的把正向的面 全部变成反向的面 那recalculate outside是 电脑会自动帮你去计算 它觉得这个面很有可能是 正向的面应该要朝外 它就会帮你去进行更动 所以在这里我们两个都可以选择 我可能就选flip 那它就会帮我把正向的面变成朝外 那我们在face orientation还打开的情况下 如果按shift a mesh 新增一个plan的话 可以发现plan它就只是一个面而已 从上往下看它预设 这个面就是正面 正向的面 那这个面就是反面 所以它会是红色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到右上角的face orientation 我们可以选这边把它关掉 虽然在blender里面不管是正向或是反向 全部都是可以被算涂出来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反向的面 其实无法被算涂出来的话呢 可以点选这个物件 到右边的material面板 帮它新增一个material 然后往下拉 底下settings这里 有一个backfest calling 点选它 那我们现在在viewport一般的作业视窗中 是可以看到两边都可以看到的 但是如果现在到z 然后选rendered 那正面我还看得到这个平面 但是到反面的时候 就会发现平面消失了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backfest calling打开的话呢 它的反向的面就不会被看见 那刚刚进行发现校正的时候 我们是点选物件 然后按tab 进入到edit mode 那它也有快捷键是shiftn 来到左上角的mesh 然后到normals flip的话呢 就只能自己从mesh这边连过来点选 但是recalculate outside的话呢 它有一个快捷键是shiftn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去校正这个物件 全选 但是又不想要到这边选单去按的话 可以直接按shiftn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做recalculate outside normals 如果你的算图全部都是在blender里面 直接制作 并不会汇出到其他3D软体的话 其实还好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模型 是要拿去做游戏的角色 游戏的物件 或者是你要拿这些物件去进行 游戏引擎内及时的渲染算图的话 那在汇出之前 就要记得来到右上角 overlay 这边点选face orientation去检查 是不是所有看见的这些面 都是蓝紫色的状态 那如果不是的话 就在进行修正就好了 那以上就是关于法线的简单教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教学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按赞跟订阅 那我们就下个教学见啦 拜拜 拜拜